另外台中这名富人呢 他想要免费来划船 所以就趁着一大清早 跑到台中公园的划船处 他看到店家还没有营业啊 就赶紧把船要划出去 结果一不小心重心不稳 人狠狠摔进湖里的哦 警警接获报案 才赶紧将他安全救起 远警跳上船蹲在船边 要抢救掉进湖里的富人 消防队员随即赶到场 推担架待命 一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富人给救上岸 早上我们人都没有在这里啦 他就是说在船上 他可能是说 早上看到我们都没有营业嘛 他什么要下去船坐看看 试坐看看啦 结果坐不好吃 就掉到水里了 这名富人四十五岁 大清早跑到台中公园 被博光淋漓的湖面深深吸引 心想着反正老板还没营业 现在划船献省两百元 年轻时候有来台中公园游玩 就是很美好的回忆 然后想说一大早 六点多 那个船家还没有营业 到船上坐免费的船 贪小便宜 想免费划船 却因为重心不稳 人没踩在船上 反而扑通掉进湖里 幸好只是喝了几口水 送医后没有大碍